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回到小垂石镇财经 距离1月13日的台湾总统大选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每回台湾大选,共产党不出来搞点事那是不可能的 土共一向是双标党 他们的外交部成天像个怨妇一样到处喊 你们谁谁谁都不许干预我国内政 结果自己是明目张胆的到处渗透干预他国大选 我们美国就曾深受其害 2020总统大选中国通过以TikTok为代表的一些社交媒体 明里暗里的试图影响美国民意 而要说中共干预他国大选最大的受害人 那当然就是台湾了 共产党在台湾有多少特务 拉拢了多少政界人士 相信台湾的朋友比我更清楚 不过他们除了大稿渗透之外 还有一招非常常用的手段 那就是经济制裁 小粉红叫做穷台政策 听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恶毒无比 那么为了避免大家被共产党的这套穷台政策所误导 这期节目小翠就帮大家来破解一下 共产党的这些个卑劣手段 看完这期节目 你就会知道台湾经济容易被共产党拿来做文章的弱点在哪里 我们又应该要怎么看待这些经济问题 从而不在大选中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着了共产党的道 首先请允许我再叠个讲 我做这期节目的目的并不是说要为民进党洗地 或者说要为国民党站台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去看待一些经济议题 不要被共产党下三滥的手段所影响到了 希望台湾能有一场不被干扰的大选 台湾的大选不应该被干扰破坏 我们的网络安全也如此 圣诞核新年之际 很多朋友都有购物或者出行的计划 小翠在这里温馨提醒您 不要忘了让咱的老朋友Surfshark为您的网络安全把关为您省钱 下单购物订酒店之前挂上VPN 也许您就会发现更合适的价格 出门在外也不要忽视您的网络安全 在机场餐厅酒店等公共场所 使用WiFi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记得把您的Surfshark打开 保护您个人资讯 Search可以帮您实现无痕迹浏览 Antivirus防病毒 如果出现各自外泄的风险 您就会收到Alert的实时报警 在此基础上 如果您使用Alternative ID给自己创建马甲身份 那就更是层层保护了 虽然我前面说了好多功能 但这些都包含在了Surfshark1里 所以您不需要纠结选哪个 买一个就都有了 如果觉得网络安全 值得您每月花上一杯咖啡的钱 现在就通过视频下方简介 或制定留言链接直接订购 即可获得圣诞节优惠加5个月免费 30天内若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记得一定要用咱们的链接 或优惠码COI翠 否则享受不到最高折扣 最后小翠提醒您 Surfshark VPN在100个国家 有超过3200台伺服器 购买前请确认您所在的国家 是否支持您使用 比如在中国就会受到限制 不建议墙内的朋友购买 特此提醒 好我们回到台湾的话题 这两年我观察下来发现 共产党经常是盯着台湾经济的 两个弱点来打 第一个弱点就是台湾 确实对大陆市场有一定的依赖度 我们看台湾国际贸易署的最新数据 台湾今年11月对外出口的 主要国家地区里 中国大陆的占比是22.5% 如果看今年截至11月的数据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总额占比 是35% 已经是近年来的最低点 尽管如此 中国大陆仍然是台湾出口贸易的 第一大市场 因此最近共产党又开始搭起了这张牌 先是让中国商务部 赶在台湾大选前一个月 宣布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 然后紧跟着发动制裁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在12月21日上午发布公告 认定台湾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 采用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 违反了两岸的ECFA框架协议 因此宣布取消12项石化产品的对台关税减免 但是不得不说 共产党一会制裁台湾的海鲜 一会制裁台湾的凤梨 现在又制裁台湾的石化产品 但是对台湾真的有多大的影响吗 并没有 因为我们只要翻开台湾最新的出口中国的货品清单 就会发现 今年11月台湾出口大陆的货品里 73.9%都是电机设备以及零件 石化产品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就跟海鲜和凤梨一样 可能会对台湾的个别生产商产生一些影响 但伤害不了台湾整体的出口贸易 而共产党又绝对不敢制裁占比73.9%的台湾电机设备出口贸易 原因就是这是伤敌800自损1万 这是共产党求着台湾给共的货 因为这是中国自己没有又缺少不了的刚需 所以共产党的这招出口贸易制裁其实作用并不大 更何况ECFA只是个框架协议 是马英九是在台湾和大陆签的 具体的条款这么多年双方也没有达成共识填补进去 而且台湾可以单方面申请退出 所以这个协议对台湾的约束力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话虽如此 但是台湾经济确实有另一个致命的弱点 容易被共产党利用来挑动台湾社会的对立 那就是台湾的分配制度确有弊端 这里我多提一句分配制度出现问题也许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 最近我在学习研究美国社会的财富流向问题 发现自1980年以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进而也影响了如今美国的社会分歧和政治版图 而美国的问题对世界是有表率作用的 我这里不是说其他国家会对美国有样学样 而是因为由于美国的高度发达和领先 美国先出现的某些问题 后来也会在其他国家出现 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这里我们不扯太远 还是把视角拉回到台湾 前不久我就记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报道了一则有关台湾贫富差距的新闻 说的是台湾有408万人月薪不到4.3万新台币 虽然这则新闻被两岸民众都拿来嘲讽 因为4.8万新台币算成人民币是9790元 想想中国呢月入1000的6亿人 月入2000的9亿人 如果他们能像台湾一样月入境外 怕不是做梦都要孝心啊 但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确实存在 这次只是共产党的外宣部门太笨 没有攻击到点子上 虽然说这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台湾贫富差距 这个问题背后的真结给说明白 这样才不会在这一点上被共产党反复拿来做文章 最后造成台湾社会的阶级对立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去年台湾各行业薪资中位数的变化情况 台湾去年公布的全行业薪资中位数是51.8万新台币 年增2.37% 但是台湾的通货膨胀率去年接近3% 所以台湾人民的薪水涨幅竟然没有跑赢CPI 而我们看分解到各行业的话 19个行业分类里有8个行业没有跑赢2.37% 这个平均增幅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的就业人数 占了台湾总就业人数的20.9% 但是去年的薪资中位数却是下降了0.35% 而薪资涨幅表现最好的行业是运输及仓储业 薪资中位数涨了5.24% 以及电子零组件制造业薪资中位数涨了5.01% 我计算了一下 如果拿台湾去年的CPI作为对比 全台湾有52%的就业人口薪资涨幅没有跑赢CPI 如果拿台湾去年的GDP作为对比 全台湾有46.2%的就业人口薪资涨幅没有跑赢GDP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去年台湾的房价 2021年12月的时候 台湾全市场平均房价是348376元每平 到了2022年12月 全市场平均房价变成了384110元每平 涨幅是10.25% 远远跑赢了CPI和GDP 是不是 所以台湾的分配制度痛点就在于 社会财富涌入了房地产这个赛道 而人们靠劳动获得的报酬远远不如靠投资房产赚钱来得快 这个是事实 也确实是台湾容易被外界攻击的一个经济问题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问题 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 几乎没有一个政党可以解决这个分配难题 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是有房一族 那么你会希望政府出政策把房价打压下去吗 不会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支持不打压房价的政党 同样如果你是无房一族 那么你当然希望房价能够下去 自己可以上车 哪个政党打房你偷谁 但是当你上车以后 你一样会转去支持称房地产的政党 这就是人性 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问题 最后就是交给市场 而政府要做的事是顺其自然少干预 举个例子 香港97年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 最后为什么失败呢 当时香港政府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呀 想要通过每年供应不少于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 来解决香港的住房问题 从长远看甚至有利于保障生育率 但是香港房价因此大跌 有房一族损失惨重啊 他们也是香港的一部分呢 他们对政府不满也会用选票说话 所以最后香港的八万五建屋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因此房价问题我们不能全部指望政府去调控 台湾的高房价问题 也不是哪个政府上台以后才发生的 台湾央行主张的低息和台湾房屋的低持有成本 几十年了 一直如此 哪个政党的政客和他们背后的金主不是既得利益者呢 以我们自己举例 我们家住在美国的一个摇摆州 我们自己是中间偏保守派的选民 所以在我们看来如果谁结的民主党或者共和党 谁谁就是天使 谁谁就是魔鬼 这就未免有些幼稚了 台湾也是两党轮替 我斗胆揣测有些方面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因为人性是共通的 所以我这里再强调一遍 绝对不是说台湾的某个政党 对台湾的房价和分配制度就能做得更好 相反我是劝大家把期望降低 现实一点 事实上这两年我们公平的说 也是看到台湾当局政府做了一些打房动作的 蔡政府也连续八年 每年提高最低薪资标准 只是高房价是几十年遗留下来的老毛病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治好的 有防疫族和无防疫族势均力敌 最后就是交给市场 虽然从大局来看 目前牺牲有防疫族的利益 对整体发展最有利 可以提升生育率 给年轻人上车的机会 但是谁也不愿意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呀 政府更加不可能强势打压一方 因为选票会让他们下台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更全面 也更理性的看弹台湾目前的贫富差距和分配结构问题 不要让这个话题成为共产党挑动大家对立的工具 更不要把对高房价的不满全部发泄在某个政党身上 或者把打压房价的希望寄托于某个党身上 让我们把一切交给市场 这确实是很无奈的选择 但是却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最公平的选择 每个国家的先天条件不同 历史和现状也不同 所以每个国家也都有它各自的问题 台湾也不例外 而对目前的台湾来说 防范共产党渗透入侵 保住台湾人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 仍然是头等大事 我们人类世界现行的所有制度 可以说都是坏的 但是民主制度已经是所有这些坏的制度里 最不坏的那一个了 或者我认为更确切的说 民主制度是现今最不容易产生 最坏结果的那个制度 看看海峡对岸三天两头的铁拳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珍惜当下的生活 慎慎的使用好自己那一票 明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 四年前的难堪和丢人现眼还历历在目呢 台湾是美国的盟友 台湾人民也是美国人民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衷心祝愿台湾本次大选 能够获得成功 好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Surfshark对本频道的赞助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Surfshark对本频道的赞助 感谢Surfshark对本频道的赞助 感谢SurfsharkT